我今年40岁 工资已经达到今人的0.38万 你敢想象吗 年纪轻轻 月薪 竟然用万来计算 买相交了吗 没有 像你这种有钱人一般都怎么生活 一个字低调 比如我喝红茶 只喝500毫升大平的 只有二来西游 一口气把油相交了 眼都不差一次 你买车啊 嘿嘿 作为一个高速人士 出行 没有车代步 那就是北高速人士 不满你说 全景全天窗 上坡不用推 下坡不用辣 豪气的花了我 半个月工资买了一辆 二十五毛多车 每家买一箱油 要整整20块 记住是整整20块油 并且是一次性做完不是分期的 现在因为太有钱了 很多人接近我的目的不存 我知道他们是图我的钱 还是应当故人那句话 穷在闹市无人问 负责身上有远金啊 听说你现在都对自己 采取保护措施了是吗 那肯定啊 我上个月加上200块的选举奖 工资直接涨到0.4万 太害怕了 我晚上都害怕着不敢在家里睡觉 我都去我们小区保安厅旁边 搭了一个铺睡 不然说个踏实 总拍原本冒赛还没 半夜上午经常醒来 打开手电动 看看我钱包里的钱还在不在 怪不得最近找你采访了找不到 以后你看到小区保安厅旁边有个帐篷 既然进去要敲门 我一般就在那里就起 看来你们高中人是活着也挺辛苦 要时刻提放别人害你 从你酸酸的语气 就能感受到你无所不在的羡慕基督恨 这就是人心 这就是你们普通人的格局 你也不要太羡慕 只要从现在开始你努力奋斗 以后是有机会过上我们高中人是精致生活的 不合理都做了 不要去给我的电动自行车充电了 你不是有摩托车吗 油价涨了 开不起 嗯 哈哈哈哈